哈囉大家好我是雙眼凱文化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把所有的裝備衝到15星 那我現在大部分都是13星居多 那我們衝的方式就是不墊卷軸 直接衝 好不墊暗卷軸什麼都不墊 我們就直接來吧 那我們先從頭盔開始 那爆掉就直接去 呃交易所拉一個新的來 來吧 過 14 漂亮 再一次就好 有嗎15 哇哇哇 欸變回13了 有時候這真的很煩 啊爆掉了 太快了吧 一開始就直接爆掉 好我們直接來 拉一個好了 對歸納法是這樣啦 就是通常衝爆的那個時間 然後你在把它修復的時候就會變得比較好衝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有這個都市傳說 修一波 喔回來了 又變回13星了 這有點難衝欸 我來繼續衝 好 衝14 14 再一個有沒有 欸真的有傳說欸 就是比較好衝是不是 14 維持 15 恩爆掉了可惡 14 哎呦又來來回回 有點鏘 哇差一點 15有嗎 欸真的好難 30%的機率 15 有漂亮 頭盔完成了 好現在我們來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 呃用的是 好裝備好了 來吧 13 22可惜 希望可以一次上兩個 13 好沒爆掉就好 沒爆掉沒掉階 我覺得就是 最萬幸的 欸等一下 欸欸 用到外面反而有 上升欸 這什麼機率啊 15 沒有 來吧 再來15 15 欸這個套裝比較 順利欸 好 套裝再來是 手套 手套 應該有了 14 欸好順利喔後面 前面果然欸 有修過裝備之後 後面就會變比較順利 這是好 好像都是我這幾次 歸納出來的結果 對它有 讓你爆掉一次之後 它就欸 有點理虧 它就讓你後面都過了 感覺上是這樣 好再來一個15吧 15 啊 完美 太好了 那再來是 嗯 再來是鞋子 鞋子差兩星 欸 哇可惜 14 喔 差一個差一個差一個 真的差一個 欸前面那個 花得有點值 啊 爆掉了 好 可以 又是新的啦 那我覺得這一次 應該會一次成功吧 依照我們那個法則去看的話 是不是 該最成功的時候啊 欸 衝錯可 欸 衝錯可 我怎麼那麼低價 不是你啦 是那個 14星的 哇 好像把成功的運氣都用在剛剛 喔 15星 太扯了吧 喔天啊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我的 欸真的有這個傳說 就是當你武器爆掉之後 你在 呃 重新修的時候它就會變得比較好 比較好過欸 欸真的是 好全部都上15星啦 所以 大家也可以去 呃 依照我這個 特性 去衝衝看 那有修過代言會比較好一點 以上 就過了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風之谷M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鈴鐺 以及開啟小鈴鐺 下手新的影片的話 就會提醒你 那我是王一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